白杨河大峡谷 白杨河大峡谷为国家AA级景区 距克拉玛伊市区不足百公里 白杨河大峡谷 白杨河水库至乌尔河的河段的河水 呈东西走向 长24公里 宽400米左右 最窄约200米 最宽约600米 两侧河岸陡峭 河水多驱流 沿谷地蜿蜒而下 水流两侧是茂密的湖羊林 主要树种有湖羊 银辉羊 毛柳 坚果沙枣 灌木有林当刺 薔薇 柳 白刺等 草类繁多 多为河本科和豆科属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远处看大峡谷 其实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这样的戈壁滩 黑色的历史累累 平坦辽阔 只有走到峡谷边 你才能发现 这不能逾越的鸿沟 天苍茫 峡谷的探秘车辆 是下不去的 沿着峡谷寻找的我们 应该说是幸运地发现了一条路 这就是白岩河大峡谷 现在我所占的位置 宽大约能有200米 高大约能有30米 整个这个河 白岩河的长度 大概有170公里 大峡谷 湾延约30公里 深三四十米不等 峡谷宽约300米 古壁陡峭 河水舒缓 临身草帽 洪水猛兽 切割这片土地的 只有靠自己的想象 可以说白岩河 是克拉玛伊的母亲河 因为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使这条河水 聚集了到了水库里边 用水库的水 再供给克拉玛伊的市民 去使用 以及工业用水 在那个时候 埃里克湖 几乎快要干枯 在十几年前 克拉玛伊 从北边 又引了一条河水过去 因为这条河的 最终流向 是流到了埃里克湖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埃里克湖的水 已经非常充沛 非常多 每年的蒸发量 和降雨量 和这个白岩河水 汇集过来 它们基本是平衡的 只要麻烦 蒸 socied 白杨和谷地中的胡阳 桥木类树种占90%以上 树高6-10米 直径20-30厘米 最大可达100厘米 我们眼前看的一些胡杨 它们是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有新疆的胡杨的特点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干枯的时候 你看它就裂得很厉害 树干也很粗 显然很早充沛的时候 它是存在的 然后干枯 激临死亡的时候 后来又来水了 于是又直接茂盛了 现在我们看 这里边的树种还是挺多的 在悬崖上面看 是错落有致 五彩缤纷的 以黄色为主 还有绿色 天大的绿色 是爱好者可以在这寻觅 看 那个孤独的一棵树 金山山的黄 你想象 蓝蓝的背景的话 它照着会很漂亮 如果夕阳照着就更漂亮 我们这大峡谷 我们走了没有20公里 也找不到下来的路 我们在上面还横拍了一下 就像桃花眼镜一样 豁然开朗 突然间我们看到了 隐隐约约的路 很漂亮 那就足够了 你最早开始对胡杨感兴趣 还是胡杨的时候什么时间 应该是八十年代 高瑞他们在的时候 你这个你拍胡杨 走遍的地方有多少 应该说新疆的三分之二吧 都过来了 包括南疆 克勒马医的这个胡杨有什么特点 克勒马医的胡杨在那个乌尔河这边呢 它有很沧桑的一种感觉 它是应该说有上千年的历史 因为它这个胡杨 你当时要看那胡杨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很古老很大气的那样子 但是都枯萎了那样子的 但是最苍老的或者是年龄最长的 还是在瓦尔河那个地方这样子 在瓦尔河哪个地方 在瓦尔河现在就是 往那个云士工程区的路上 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你说说就是你从你们摄影家的角度来看 排胡杨林一般什么时候最美 都要什么样的角度 哎呀 应该说最美的还是在十月份 因为十月中旬就是 是克勒马医最美的世界 别的地方开始都什么树叶落了 但是克勒马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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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简易的住处 看这里有个太阳能板 这简易的太阳能板 大概它也就是照明用的吧 也计里面会收音机或者小电视 做饭可能不会用 真的就十几天就走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其实哈特克牧民还是蒙古族的 他们都是这样常年的 祖辈都是这样的生活 这家庭的房子 这是你的家吗 还有我的房子 这个房子这都是你的房子 然后你新建的房子新的房子 哥哥有吗 哥哥哥有 那是你的哥哥吗 你们俩是兄弟 哥哥弟弟 你们在这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在这生活多长时间 50年 爸爸妈妈也在这生活吗 爷爷奶奶呢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 也在这生活吗 你们现在冬天在这 下雪的时候在这 夏天的时候到哪 夏天这个地方 夏天也在这 冬天也在这 上几年纪 有点害羞 我给你带她 我给你带她 那都是这样的 我看你带她 因为我来到这 这儿了 那是个生命 我没关系 你带她 我来得到这 那我都不容易 我没关系 你带她 你带她 我来到这 我去带她 你带她 我去带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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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